大家好 我是銀龍咖啡茶座老闆娘 今天突然很大感觸 在土生土長香港的我 對政治一直其實冷感 由小市民變成今天我不停地發聲 因為我看到很多新聞媒體的報導 令我真的很生氣 現在只要用什麼保護言論自由這句話 就可以隨意污衊警隊製造假新聞 那還有公道嗎? 就是新聞自由沒有任何的規限 所以今天香港才變成這麼亂 究竟什麼時候開始 新聞自由可以去到沒有良知 沒有責任 沒有事實 沒有承擔這樣去報導 從小的時候我就知道警察保家衛國 守護法治已經深入民心 你們的所謂新聞自由 令警隊的形象受到體無存膚的傷害 我真的希望政府要作出嚴厲的監管 做什麼新聞自由都好 要有底線 要有依據 不要再出來亂講亂講 五道市民和傷害別人 我更加希望政府會促立23條 因為有國才有家 重回這個安穩太平的日子 重拾禮義廉恥 專施眾道和諧謙卑 接立包容的社會 這個態度我相信不止我一個人所想要的 請進行背後 隨時請進行背後 推出兩位